那我們來看相量位移這個概念有什麼用呢 古人就是用這個概念來幫助我們尋找北極星 你說古人用相量概念來尋找北極星 可是相量不是比較晚發現嗎 其實就是用相量的概念 這個概念在我們發明相量的概念之前 其實位移這個概念其實很早就有了 就是位移的概念至上是非常直覺的 古人就會用他來做一些事情 其實這個位移的概念因為被用了太多 最後才變成相量這個概念 變成抽象的概念出來 為什麼要找北極星呢 當然我之前聽有人說是不是天空最亮的呢 並不是喔 北極星其實沒有很亮 所以我們才需要去找他 全天排名可能在四十幾 大概1.9 星等大概1.9左右而已 所以我們要找北極星的目的主要是因為他在北方 而且主要是星星在轉的時候只有他不會轉 待會我們看這個軟體的時候就會很清楚 整個星空在轉的時候不會轉 這個軟體非常推薦大家去下載一下 用他來模擬星空非常方便 然後我也用他學會認識星空很多方法 那我們就來稍微演示一下 這是今晚的星空 今晚星空 然後這裡可以讓他稍微動一下 所以這是喔 一開始月亮已經大概可能在30度 再慢慢升起 過兩天的時候6點剛好 月亮會從地平面升起 那星星在轉的時候呢 星星在轉的時候 北方你看喔 小熊座尾巴永遠都一直在這邊 而且這緯度幾度呢 例如現在這個緯度其實是大概25度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台北的模擬星空 所以你在北緯幾度看到的北極星就會在幾度 所以你在正北極的時候 看到的北極星剛好就會在天底 那還有一些星空的小故事 小常識可以講一下 你看喔 這條紅線 這條紅線就叫做黃道 黃道 那全天有88個星座 那太陽經過的總共就有12個 所以這個就叫黃道十二宮 黃道十二宮 所以現在像現在長 現在是 太陽現在在哪邊呢 太陽現在在 太陽現在在哪邊 太陽現在在處女跟獅子 所以這時候出生的人 這應該是屬於那個 屬於處女座 對 是屬於處女座 不過他據說這個 有點延遲 因為 以前的 以前這個 就是2000年前的星空 現在有點差差個幾天 那太陽在的星座 你出生的太陽在星座 就是你的 就是你的星座 那有時候你看天文學家 還會有什麼 月亮星座火星星座 那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你出生的時候 月亮在哪邊 火星 你出生的時候火星在哪邊 如果你好奇你的月亮星座太陽星座 你就可以用這個去模擬一下 他可以把這個日期調到你出生日期 你就可以去找看看 好 不過我們重點不是在講一些占卜群 重點在看向量 那我們就來切到這個向量 所以 我小時候就 那種自然就會講過 怎麼找北極星呢 就是天玄跟天書 這裡有北斗七星有七顆 這六顆都很亮 這顆也蠻亮的 大概可能大概三四顆 好 那以這兩個呢 這兩個斗燒 這裡這樣子 起點跟終點 它就構成一個向量 那我把它怎樣 把它伸長 伸長五倍 伸長五倍 這樣子 一倍兩倍 三倍四倍五倍 這樣就得到這裡 好 那在這附近 你再去找一顆比較亮的星 這顆就叫北極星 那我們用它就可以幫助我們 確認北斗 因為天空在轉的時候 只有它不會轉 好 那這裡有一個技巧 就是剛剛這邊我要強調 這個這邊 TU這個概念 就叫做 把一個向量伸長跟變短 這個伸長跟變短 也是我們四字真言裡面的舌展的技巧 那有興趣的人 可以再去下載這個軟體 然後搭配剛剛的軟體去利用看看 怎麼利用先後座 對 先後座是不是也是五倍 怎麼找出這個點 這樣子 這是可以 所以這是 向量的概念很重要 對 然後 有興趣的人 也可以再看一下 這應該 有不少考生 剛好是 有考到這一題 對 現在很多學生 剛好是二年級的話 剛好考到 那這題應該 應該應該都有做對 都有做對 才有機會現在做在這邊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些其他的 向量的一個例子